馬總統提名大法官的人選 有爭議的邵彥林的名額 在現在已經最新改為 臺大教授湯德忠來取代了 事情到最夠關頭 才撒 踩了煞車 但是朝野罵聲不斷 民進黨就痛批 馬總統是昏庸腦殘 國民黨也說這票投不下去 而白玫瑰成員更是痛心的問 為什麼馬總統離人民越來越遠 馬總統你可以再坐在天怒人怨一點 真的只能說痛心疾首 白玫瑰去年9月走上街頭 馬總統還說大家的心聲他聽見了 沒想到馬總統卻提名白玫瑰 點名的恐龍法官邵彥林出任大法官 這根本是天下最大的諷刺 馬總統真的離人心太遙遠了 那去提這樣子 一直活在象牙塔裡面的法官 然後不是很了解民意的法官 不是很了解現在人民在做什麼 在想什麼的法官 我對於馬總統的提名我真的 我希望他三思啦 馬總統的決定不只白玫瑰無法接受 連國民黨團都嗆瞎要抵制到底 我認為他通不過 立法院五分藍綠 超越黨派他大概過不了 居然對一個三歲被性侵害的女童 居然說如果不違背他意願 根本我們受不了這種看法嘛 是不是在提名的過程中忽略掉了 邵彥林曾經有過這樣子的一個判決 那如果並沒有忽略掉的話呢 這樣子的一個法官在提名後 我想我們國民黨團絕對會嚴格的來審查 他到底是在侮辱這些走上街頭的人民 還是已經昏庸到沒有世人之名 或者根本不把人民的憤怒放在心上 儘管最後是因為民間的怒火 才讓馬總統懸崖勒馬 但提名過程的粗糙 已經赤裸裸展現在國人面前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